近來中國海航、恒大等集團接連爆發財務危機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9月27日指出 對台灣及全世界而言 中國經濟的嚴峻情況是一項重大警訊 未來投資中國 無必注意相關風險管控 台灣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9月27日召開會議 多位立委關切中國市場波動問題 民進黨立委吳炳銳表示 第二 中國市場多家大型財團 包括海航、華融及恒大集團 陸續爆發財務危機 中共針對特定產業制出監管 加上共同富裕政策 令中國上市貴公司捐出大量獲利 坤反映出中國經濟現況的嚴峻 吳炳銳也指出 金管會是否統計各人在中國及香港的紙行 與分行相關保險情形 以避免踩雷的風險 黃天目認為 由於這兩年都有要求銀行業 定期檢視中國保險情形 針對受信風險 增提避抵抵抵抖 目前看來 整體風險管控機制適足 在實務運作方面 也將請金融業進一步強化 台灣共同基金日前被爆出 投資中國軍火工業 挑起投資人敏感神經 立委林楚恩要求金管會 應仿後美國法令做法 列出基金不得投資中國產業的客名單 金管會主席黃天目 9月27日表示 金管會將邀閘跨部會 討論制定禁止投資客名單 林楚恩表示 8月媒體披露 台灣有35個基金投資中國軍火工業 投信投僱工會也承認 多數為指數股票型基金 但一般投資人 並不會細看投資標的背景 可能等媒體曝光後 才發現手上的錢 在養中國軍工業 林楚恩認為 美國已經將航空、通訊產業等 59家中國軍工業 列入禁止投資客名單 例如海康威視、華為、中國核工業等 金管會是否也對台灣投信 會否列出中國禁止投資名單